HELLO 大家好 我是邦尼 還有我的水豚小愛 今天要帶大家去看超級盛大的雜黃雪季 2018年的雜黃雪季分成三個會場 第一個是スドーム會場 這邊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冰或是雪做成的溜滑梯 旁邊都會有看板寫說這一個設施它是適合幾歲到幾歲之間的人參加 那所以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開心喔 會場裡面比較需要排隊的就是這邊的大型的雪的溜滑梯 這個是直接排隊 排到你之後自己拿著那個滑雪板走上去就可以了 記得來到這個會場一定要帶你的毛帽或是外套要有帽子 不然你是沒有辦法玩遊樂設施的喔 我已經覺得這一個超高 等一下還有最高的要等著我們去玩 準備好了之後就可以滑下去啦 不過接下來就不能錄影 請大家自行想像囉 右邊這個最高最熱門的則是要抽號碼牌 等到號碼輪到你們的時候呢就可以直接去玩啦 這一個設施是統一用會場提供的充氣田田圈 可是你要自己把它拿到溜滑梯的最上面 這一個設施也是怕危險 所以是不能使用手持的裝置錄影的 那就給大家自己想像囉 它首先是積進垂直的俯衝下去之後呢 就會變得超快速的就溜到終點啦 不過也因為它這麼的好玩 所以呢是非常熱門的設施 請大家一定要一到會場就記得去抽號碼牌喔 號碼牌發完之後呢今天就不能再溜這個溜滑梯啦 接下來來到第二個會場是大通會場 這裡呢是各種各式各樣用雪雕成的大型的雪雕 那也有市民製作的小的雪雕 第三個會場則是Sizuki no的會場 這邊則是各式各樣的冰雕啦 大家可以發現不管是雪雕還是冰雕 有很多公司啊或是動漫的雕像 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這些雪雕或是冰雕 都是由各個公司去贊助來完成的 那所以其實雪季就是一個很大的廣告的地方囉 以上就是邦尼還有水豚小愛在雜黃雪季的影片紀錄啦 如果你們有在2月初來到雜黃的話 可以把雪季安排進去行程囉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 我是邦尼還有我的水豚小愛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看更多日本的生活還有旅行的影片囉 另外有兩部關於日本旅行的影片也推薦給大家囉 可以點進去看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